这个大叔只花了两万日元 就买来了一个黄花大闺女 尽管事后大叔发现宝贝与描述不符 但依然没有选择退货 因为女人的各项指标都符合五星好评 这让大叔有了想替他赎身的想法 虽然这样的待遇让同事们羡慕不已 可女人自己却早已哭成了泪人 因为她至今还忘不了小和尚送她的那根大笛子 正是一部由松板亲子主演的爱情电影 讲述了一个风尘女子和小和尚的爱情故事 关注孤寡 跟上节奏 咱们正片开始 女人名叫媳子 芳林刚满19岁 由于要替老母亲治病 不得不投奔了西五楼 老板见她形象好气之家 于是给她打造了个大闺女的人设 可媳子并非大闺女 因为她曾经和她的小阿哥谈过恋爱 尽管她的小阿哥是个和尚 正是那种干啥他不行 说话还结巴的小吃佬 可俗话说只要笛子吹得好 女友魂牵又梦绕 在媳子沦为头牌的日子里 小和尚的大嫡子就成为了她唯一的牵挂 于是她给小和尚所带的凤凰寺送去新物 并告知了自己的最新住址 小和尚收到新物后有些激动 当场给老房仗请假 访称要去红尘悟道 她戴上帽子以普通人的身份私访了西五楼 面对琳琅满目的菜单 小和尚已然绝然地指向了媳子 而媳子这次也只收下了三百日元 面对一身淑女打扮的媳子 小和尚更加愉色 媳子怕她紧张 于是打算先跟她走个常规流程 可小和尚只懂纯情不懂爱情 不光浪费了三百日元 还质疑媳子曾经给自己的那次不是首次 媳子含冤受取之后泪流满面 当场就要给小和尚验名正身 这个小和尚第一次去西五楼 只打算跟女人谈情 却拒绝跟女人说爱 因为眼前的女人曾经是她青梅竹马的小师妹 她无法接受媳子轮为头牌的事实 媳子眼看小和尚尚有洁癖 于是想证明自己依然完好庐处 可小和尚并不买账 嫌弃媳子已经肮脏 于是抛下媳子独自离去 媳子从此心如死灰 只好通过拼命工作来抵消爱情的苦 虽然想替媳子赎身的客人有很多 但媳子依然只爱她的小阿哥 终于有一天 小和尚浑身石头的再次出现在了西五楼 只有一次 小和尚更加的狼狈 连三百日元的茶水费都付不起了 幸好媳子慷慨贴党 才请她留在了自己的闺房 原来小和尚因为和英国人打架 被方丈罚出了四月 即使如今穷困潦倒 但小和尚依然质比天高 不光没有感谢西子垫付的茶水费 反倒是数落西子没有节操 西子讲出实情 说自己这么做只是为了替母亲治病 小和尚一听立刻心软 立志要成为方丈把西子取进寺庙 可这毕竟只是一个梦想 属身需要的是银两 于是小和尚开始兼职拉克 只为早日凑足自己的梦想基金 可小和尚的工作毕竟被水抽吸 这点微博的收入还不够和西子的见面费 西子为此自责不已 只怪自己身价暴涨 才让小和尚压力激增 两人频繁的见面引起了老板的怀疑 于是过来人的身份劝告西子 希望西子千万不要盗贴 吃许搞钱才是王道 可西子天生是个恋爱脑 为了爱情营水宝 肩缝插真的邀请小和尚来一起唱歌 同事们对西子这种纯洁的爱情并不羡慕 还在背地里说起了闲话 可小和尚毕竟是个出家人 就怕还俗的时候御收人 这天小和尚刚唱完歌 一出门就遇到了一个老收人 这个小和尚频繁光顾封面场所 出门时还被老收人抓了个正着 为了小和尚的仕途 西子不得不恳求老收人保守秘密 并承诺会送他一张VIP的贵宾卡 为了能早日替西子赎身 小和尚竟跑到工地上去偷水管 可是这还没来得及消脏 就被人当场抓住暴打一顿 幸亏寺庙的方丈搅难了保时机 才让小和尚免遭牢狱之苦 小和尚的老妈得知此时后 把所有的责任都怪罪到了西子的头上 因为小和尚之所以会变成结巴 正是因为西子当年的一次打草惊蛇 由于惊吓过度 导致小和尚一激动就会与无伦次 老妈对西子一直怀恨在心 当得知小和尚这次挨打 又是拜西子所刺时 老妈直接找到了西子挑明了来意 她希望西子以后不要再去祸害小和尚 并从此能和儿子一刀两断 西子在被吓了最后通牒之后抑郁成急 一腔鱼血就吓走了西五楼的客人 老板和同事们把西子送去医院养病 当小和尚在想到西五楼唱歌的时候 也失去了免单的待遇 虽然小和尚一片痴情 但同事们并不感动 还集体隐瞒了西子的行踪 小和尚只好掏起她那根大笛子 在海边开启了千里传音 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小和尚的笛声感动了西子的一名同事 直接带着小和尚去医院跟西子见了面 西子本来就是相思成疾 再见到小和尚之后直接原地康复 两人走进寺庙里的小黑屋后 完成了圣洁的灵魂交互 临走时 小和尚把大笛子留给了西子 声称自己不在的日子里 就让大笛子陪着你 从此西子如获至宝 每晚都紧握大笛子 幸福又充实 可好景不长 一枪火灾让小和尚混沌凤凰寺 西子的精神支柱也就此倒塌 于是他手握大笛来到海边 当他还带走了他的哀愁 当村民们发现他时 他与小和尚共赴天堂 不得不说 那个时代的确有着纯真的爱情 虽然两人的身份特殊 但也依然让人很是羡慕 在当今这个金钱之上的年代 想要再有这样凄美的故事 恐怕只会发生在梦境里吧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老顾 咱们下期见